昨天我在家全天由早到晚, 因为我这几天都要在公司开工, 连三十晚都继续, 初一我就飞了, 变了我昨天要执臣委, 我执臣委其实我已经有很大阵仗了, 就是想减低一些劳劳苦, 话说我星期六去了这个应该是大南街, 那间叫大忌,专业去买年糕, 我突然想起, 我听见别人说要买年糕仔, 用来执帘, 我就看,为什么年糕仔这么大个, 也有这么大个, 就是最小的, 三十元一个, 我随便买几个, 买完之后我去展发, 每月到晚六点几七点, 展发那些潮云山, 就有我想买的那些, 很小的,十元三杯, 我心想, 糟了,那怎样呢, 因为我已经不够位置放, 但是, 算了, 我找回大年糕来执帘, 正所谓敬如在, 我老爸老母, 祖先, 那些要吃漂亮的东西, 好了, 我后来在买年糕的时候, 听见有, 我在问那个时候婆婆, 我想用来执帘, 怎样执帘, 她在回答我之妻, 突然有一个, 我想和我上岸一年多, 有刑事, 她说, 大哥,大哥, 不用怕的, 行的了, 不会做错事的, 你的心有神就行的了, 不会做错事的, 心有神就不做错事的, 心有神就不做错事的, 那我就想着, 省下那些功夫了, 甚至不用拜来, 是啊, 省下那些功夫了, 其实很怪的, 我觉得做这件事, 其实你说我信不信, 我都不是什么, 只不过是, 你好像有一件事, 有习俗, 现在我开始明白, 因为先人走了, 那你会觉得, 我们这一代, 去传承一些, 礼数习俗这样, 又加上有自己, 爸爸妈妈在那, 好了, 那我就说, 很大阵仗, 要拆掉所有, 过去一年的, 你知道很多报纸, 我又灵射, 你想想我货场就是这样, 你说那些神台, 我除了珍花挂红之外, 我还有很多饰物, 我会弄一些饰物, 就在神台上, 包括我用工具, 包括用钉, 那些布士帖, 万能帖, 钉帖, 钉帖那些, 钉书机, 真的要弄得很漂亮的, 拆出来又有时间搞, 然后抹它, 一度抹的时候, 我就是播这场播, 首先说回这场播, 我觉得这场播挺好看的, 因为我不用钱, 特别是上半场, 即是看电视的? 我听着, 上半场呢, 因为我一边搞了神台, 你知道搞了神台, 又懂得拆机, 在那边拆机, 从不好看, 在那边拆, 又要写个名字, 之类似的, 很多东西搞, 那我看, 那场播都不错, 以表演赛的水准来说, 上半场呢, 其实方目三, 是没有一个既定的舞姿, 但我那只脚要这样, 没有既定的, 可以咬柴, 你不是新跳, 我计要想跳, 喂, 你给音乐我, 你只要够低能够低B, 譬如, 喂, 你看他们, 就是这样, 喂, 李智雄那些都是, 一只脚他都要命, 不知道什么, 就这样, 噢, 噢, 这些白痴, 竞联, 夹在一起, 我不要得罪竞联友, 好, 好, 好了,